第2041章梦他 命运 一旋眉头微皱 直觉告诉他有些不对劲 何为命运 那可是传说中虚无缥缈的存在 掌控着众生的一切 到目前为止 敢说能够掌控自己命运的 怕是也只有亲儿与老爹还有大哥 这命运之子虽然强大 但是 对方跟着真正的命运 怕是没有什么关系 当然 前提是那命运是一个灵 有自我意识 讲到这 他有些头疼 这命运到底是一个什么存在 其实 他也搞不清楚 你说他不存在 但是 这万物万灵的生老病死 真的只是一个偶然吗 肯定不是的 这一切 都是有规律的 而有规律 就有可能是人为 即使不是人 也肯定是某一种形式的生灵 而你若说他在 但又没有人能够说清楚 他到底是什么 叶玄看向远处 不再去想这个问题 以后有机会问问亲儿 不就知道了吗 远处 那逆行者停下了脚步 他看着四周 此刻他四周的时空出现了密密麻麻的神秘力量 这些神秘的力量就像是一张巨大的网一般将他四周的笼罩住 逆行者眉头微皱 他左手突然摊开 掌心之中 一股无形力量悄然凝聚 下一刻 他左手猛地朝着四周一扫 空 这一扫 四周那些神秘力量直接被一扫而空 不仅如此 这数十万里内的时空竟然在这一刻直接彼此起伏起来 宛如波浪一般 极其的骇人 见到这一幕 那被逆行者扣住喉咙的命运之死脸色沉了下来 你竟敢与命运抗衡 逆行者左手缓缓握紧 然后放于身后 他微微摇头 你代表不了命运 方才这些 应该也不是真正的命运之力 命运之所以神秘 是因为他无处不在 但又从来不在 再者 修道者 从修行那一刻开始 便是在与道争与命运争 不抗衡者 不是无能便是死亡 声音落下 他松开了身后左手 然后转身朝着下方那心脉走去 命运之死愣住 你不杀我 逆行者摇头 你没有资格让我杀你 命运之死脸色瞬间变得难看起来 这句话比杀了他还要让他难受 这是在羞辱 不对 这是直接默示他 作为圣脉第一天才妖孽 他从一开始就别拿来与逆行者对比 他与逆行者谁才是这大摩天狱最妖孽的天才 而他也一直想与逆行者打一场 在他看来 这天地兼年轻一代 没有人是他对手 而残酷的却是 他不是这逆行者的对手 对方都不屑杀他 一旁 叶璇身旁的神童审声道 他心态会不会出问题 叶璇看了一眼命运之子 如果他是第一次失败 那肯定会出问题 这种人没有经历过社会的毒打 一旦遭遇失败 就会自我否定 然后钻扭脚尖 说着 他摇头一探 这种事情 外人根本劝不得 一劝 可能还会被对方记恨 神童突然问 叶兄 你经历过社会的毒打吗 叶璇正说道 怎么会 我一路走来 都是无敌的 特别是年轻一代 完全没有对手 神童 这时 那逆行者已经将那心脉收到那戒之中 他此行的目的就是这心脉 在收到这心脉后 他就要离去 而这时 他似是想到什么 他转身看向神童 据说你这神童很不一般 可否让我见识一下 神童沉默 叶璇拉拉拉神童衣袖 别怕 弄他 神童微微点头 他朝着那逆行者走去 他双眼缓缓闭了起来 下一刻 他猛地睁开双眼 当他睁开双眼的那一瞬间 两道血色红光自他双眼之中 击射而出 随着这两道血色红光的出现 刹那间 他面前的那一片时空 直接变成了虚无 远处 逆行者右手摊开 然后朝前轻轻一压 空 一股无形的力量 硬生生挡住了那两道血色红光 在这股无形力量的阻挡下 那两道红光竟然半寸不得尽 这时 神童突然怒吼 他双目之中再次爆发出两道恐怖的红光 这一刻 这两道红光犹如烈日 整个地心世界在这一刻直接开始融化 叶玄心中一惊 这神童可以的啊 远处 当那两道红光轰到逆行者面前时 强大的力量直接直接将逆行者阵至千丈之外 逆行者停下来后 他并只朝前一点 然后又是一拳 空 那两道红光直接化作虚无 神童整个人直接倒飞了出去 不过很快 一只手托住了他 正是叶玄的手 叶玄看向神童 神童双眼微闭 眼角处 两形血液缓缓一出 叶玄审声道 没事吧 神童微微摇头 就是有些虚弱 叶玄点了点头 没事就好 这时那逆行者突然道 神童你还不能发挥出你这双眼的全部力量 你不是已得到那与天神的传承了吗 过些十日我再来找你 那时希望你能够给我一个惊喜 说完他转身离去 这时神童突然道 你可以与叶玄打一下 他也很厉害的 叶玄逆行者停下脚步 他转身看向叶玄 没有说话 神童拉住叶玄的手臂 叶兄弄他 叶玄犹犹豫了下 然后道 先是命运之子跟人家打 又是你跟他打 现在我又去打 别人会不会说我们车轮战啊 神童想了想 然后道 好像也是呢 叶玄正要说话 这时 那逆行者突然道 不会 叶玄看向逆行者 逆行者道 刚才打他二人 我并未出什么力 你与我打 不用有什么心理负担 叶玄身旁 神童连忙道 弄他 叶玄笑了笑 然后他起身走向逆行者 这样如何 我们一招定胜负 你看行不行 逆行者看着叶玄 可以 叶玄掌心摊开 轻弦剑出现在他手中 他看向逆行者 笑道 至今还未有人能够接我一剑 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 逆行者微微点头 我知你是激将法 不过 我还是愿意接你一剑 希望你莫要让我失望 你若让我失望 我会杀了你 叶玄有些不解 为什么 逆行者看着叶玄 他们两人虽败给我 但却不花里胡哨 而你 从开始到现在就花里胡哨的 我讨厌没有实力的花里胡哨 叶玄哈哈一笑 那我可出剑了 逆行者点头 来吧 叶玄突然朝前踏出一步 左手拇指猛的一挑 空 坠西间 在一旁命运之词与神童惊恶的目光之中 那逆行者无声无息间直接暴退了万丈之远 而他刚一停下来 他身后数万丈时空直接化为灰烬 不仅如此 逆行者那朝前挡着的右手竟然直接裂开 然后一直裂到肩膀处 见到这一幕 那神童与命运之死皆是猛了 这一剑这么猛 这时 叶玄收起青玄剑 他看向那逆行者 笑道 就这 就这 文言 神童与命运之死表情将注 叶玄对面 逆行者沉默片刻后 他看向叶玄 我大意了 说着 他目光落在叶玄手中的青玄剑上 更轻视了你手中这饼剑 叶玄微微一笑 转身走向神童 这时 逆行者突然道 结束了吗 叶玄停下脚步 他转身看向逆行者 我刚才指出了三成力 我若出全力 你就没了 你知道吗 逆行者看着叶玄 没有说话 叶玄正色道 你好像不信 逆行者点头 现在 你可以出全力了 叶玄却是摇头 现在不打了 逆行者眉头微皱 为何 叶玄笑道 你觉得我刚才这一剑如何 逆行者想了想 然后道 很强 虽然他刚才也没有出全力 但不得不说 叶玄这一剑确实很强 要知道 如果他刚才力量再小一点 叶玄这一剑是有可能杀他的 特别是叶玄那气势与剑势 竟然直接压制住了他 这是让他最为意外的 要知道 即使是刚才那命运之子借助诸天之力都没有能够压制他 远处 叶玄突然笑道 以你我实力 短时间内是无法分出一个胜负的 不如这样 我们约定一个时间 然后再打一次 那个时候 我们可以分出胜负 你觉得如何 文言 逆行者眉头微皱 约定一个时间 叶玄点了点头 不如就三月后 三个月后 你我再打一场 逆行者看着叶玄 你确定 我得告诉你 三月后 我可能就已经达到另外一个层次 叶玄笑道 没有关系的 若是你觉得不够 我可以多给你几个月时间 逆行者眉头微微皱起 你这么自信吗 叶玄哈哈一笑 不是我自信 而是我希望我的对手很强 一个希望对手弱的人 他自己一定是一个弱者 所以 我希望我的对手强 越强越好 反正 我无敌 你们随意 众人 第2042章不争一时 听到叶玄的话 神童与命运之死神色皆是变得古怪起来 无敌 这家伙真的无敌吗 虽然叶玄很强 但是在他们看来 说无敌那就有点过分了 逆行者看着叶玄 没有说话 他也是有些脑壳疼 这不是还没分出胜负吗 怎么搞得好像自己已经败了一样 郁闷 远处 叶玄走到神童面前 笑道 我们走吧 命运之死犹豫了下 然后道 叶兄 那心脉 叶玄转转头看了一眼逆行者 笑道 那心脉 我送给你了 记住 你欠我一个人情 命运之死 逆行者眉头微皱 好像本来就是 叶玄突然道 我们后会有期 说完 他直接带着神童消失在原地 逆行者眉头皱得更深了 命运之死犹豫了下 然后也是转身离去 原地 逆行者沉默片刻后 道 什么鬼 这时 一名老者出现在逆行者身旁 来人 正是嬷嬷嬷主古亲 古亲看向逆行者 轻声道 为何不杀了他们 逆行者沉默片刻后 道 我不争一时 文言 古亲微微一愣 很快 他脸上泛起了一抹笑容 不争一时 虽然他希望逆行者杀了命运之死三人 但是 在得到逆行者回答后 他却很欣慰 为何 因为逆行者的目标不是一时胜负 而是未来大道 次是想到什么 古亲突然道 方才那见修 你觉得如何 逆行者沉默片刻后 道 我不知他方才那一剑 到底是不是指出了三成力 古亲问 若他真的指出了三成力呢 逆行者轻声道 那一剑 很强 但关键点还是那柄剑 那柄剑能够撕碎我的逆行之力 古亲沉默片刻后 道 这圣脉何时又收了这么一个妖孽 这时 逆行者看向手中的那剑 我要闭关一段时间 三月后 我去寻他 说完 他转身消失不见 古亲转头看了一眼 心中一叹 画自在强者的传承 他已经知道 那画自在强者传承已经落入圣脉手中 不得不说 这很可惜 但一想到逆行者 他便又释怀 画自在 逆行者要达到画自在 只是时间问题 片刻后 古亲离去 圣脉 大殿内 一玄与命运之子 还有神童都站在大殿内 在他们面前 是木神三人 他们几人一直都在关注那地新世界 因此 里面发生的一切 他们都知道 三人目光都在夜玄身上 不得不说 三人此刻心中都有些复杂 原本 他们认为 命运之子 能够与那逆行者不相上下的 然而 他们失望了 命运之子 直接被那逆行者吊打 真正的吊打 如果不是夜玄站出来 圣脉这边的颜面 怕是要丢尽 这时 那圣末末主须冲突然看向命运之子 笑道 被打击到了 命运之子沉默 去冲低声一叹 如果这点打击 就让你自我否定自己 然后一蹶不振 那你将会被命运抛弃 明白吗 命运之子点头 屈冲又道 男人 败不可怕 可怕的是没有从头再来的勇气 命运之子看向虚冲 师孙放心 我不会自暴自弃 屈冲点头 那就好 说着 他看向夜玄 笑道 不得不说 你让我们都意外了 夜玄笑道 卖主 我有一个小小的疑问 屈冲点头 你说 夜玄道 这弟弟之下竟然还能有世界 屈冲轻声道 莫说你 我们都有些诧异 就是不知道 那个世界是那欲天神开辟出来的 还是原本就存在的 夜玄审声道 有区别吗 屈冲笑道 若是欲天神开辟出来的 那么 那片世界也就没有那么神秘 若是那片世界还在欲天神之前 说到这 他没有继续说了 文言 夜玄明白了 如果那片世界还在欲天神之前 那就意味着 可能是有人开辟出来的 而那个地心世界可不简单 他下去时 感受过那重力的恐怖 要在下面开辟出一个世界 那得顶着多大的重力 换言之 欲天神并不是最早的画自在强者 这时 虚冲突然道 就目前而言 那逆行者的实力 已不输念通镜 若是他更进一步 怕是念通镜内 都没有对手 而一旦他更进一步 那时 我们现在大摩天狱的局面会被瞬间打破 我们会被魔脉压制 甚至覆灭 文言 店内众人神色皆是变得有些凝重起来 现在的圣脉与魔脉相比 算是四六开 而之所以会这样 是因为逆行者 但如果逆行者再进一步 那时可就不是四六开了 一个人 真的能够逆转整个局势 就在这时 虚冲突然看向叶璇 叶璇眼皮一跳 卖主 你看我做什么 驱冲缓步走到叶璇面前 他审声道 小家伙 我们上脉一脉的生死 都在你身上了 叶璇摇头一笑 卖主 你可别与我开玩笑 驱冲转头看向牧神 牧神沉默片刻后 道 我们能给他什么 一悬眼中闪过一丝差异 这女人看问题看得很明白啊 你圣脉能给自己什么 他与圣脉有感情吗 肯定没有的 他与神童还有命运之子不同 他修炼至今 没有依靠过圣脉半点资源 相反 还为圣脉搬回一局 当然 他的目的也很简单 就是见识一下各种强者 以此来磨练自己 但他可没有想过 掺和圣脉与磨终之间的恩怨 为圣脉去拼命 他可不是冤大头 这时 须冲看向叶璇 你想要什么 叶璇笑道 应该说 圣脉能给我什么 须冲审声道 修炼资源 我们可以给你 源源不断的修炼资源 叶璇沉默 别说 他现在还真挺缺修炼资源的 到了他现在这个境界 每一次修炼 都需要非常庞大的灵气 虽然他无量神经不少 但还是不够在小塔内修炼个几天的 这时 一旁的木哥突然又到 不仅修炼资源 我们还可以给你提供许多的特殊修炼 甚至 我们三人都可以陪你练 除此之外 我们还会让许多老家伙一起来研究你的问题 然后提出改善之法 总而言之 我们可以全方位的为你服务 让你达到你自己的极限 叶璇看向木哥 可以这样的吗 木哥点头 可以 叶璇看向木神 木神微微点头 我圣外传承这么多年 有许多自己独特的修炼之法 当然 我们知道 你是建修 有自己独特的建道之路 我们不会强行要你学习我们的 我们只是可以辅助你 帮助你达到你自身的极限 叶璇想了想 然后道 可以试试 老实说 他现在就是想要提升到自己的极限 之前与逆行者一战 虽然只交手一回合 但他发现 他还是有许多的不足之处 那一件 他没有动用血脉之力 仅仅只是用了气势与见识 不过他占了一个便宜 那就是动用了清旋剑 而且 那逆行者轻视了他 如果对方一点也不轻视他 他真不一定能够撕碎对方的手 这时 一旁的虚冲突然道 我们时间不多 现在我们就开始对你针对性的训练 我生脉会竭尽全力相助你 让你在三个月后的彼时之中战胜那逆行者 说着 他看了一眼目隔 后者会议 然后掌心摊开 一枚令牌自他手中飞出 转瞬 三名黑袍老者出现在场中 驱冲看向叶玄 我们先从战斗开始 你之前对那逆行者出的那一剑 核心点是气势与剑势 对吗 叶玄点头 是的 驱冲转头看向身旁的三名老者 这三位是我生脉的太上长老 分别是木长老 神长老 邱长老 接下来的时间里就由他们三人来训练你 叶玄看向那三人 微微一礼 有劳了 微手的木长老看了一眼叶玄 你可知是有几种 叶玄摇头 木长老审声道 至少数百种 叶玄 木长老继续道 你主要的是气势与剑势 这两种事 你几乎都做到了自己极限 现在 我们建议你可以剑势 叶玄眉头 微皱 剑势 木长老点头 自己的事 终究有一个极限 但若是剑势 那就可以暂时打破这种极限 借用时空之事 借用诸天万戒之事 如果机缘已到 你甚至可以借助外事 来让自己再次突破 叶玄审声道 如何借 木长老笑道 这个很简单 叶玄微微一愣 很简单 木长老点头 我圣脉传承这么多年 一些功法神通什么的 自然不少 说着 他看向一旁的虚冲 卖主 我要动用宗内所有的资源 虚冲微微一笑 可以 此刻起 宗门内所有资源任由你调动 不仅如此 所有人都需要配合你 包括我 片刻后 整个圣脉行动起来 第2043章共存王 圣脉不得不帮助叶玄提升 一旦叶玄无法匹敌那逆行者 那么 圣脉就被彻底压制 这对圣脉是非常致命的 而叶玄 他现在也需要有人帮助他 找到他自身的不足 他现在走的是一条全新的道路 在大道方向方面 别人帮不到他 但却可以在细节方面帮到他 接下来的时间里 叶玄开始学习如何界势 其实 他这界势与那命运之子之前号召诸天万界相助有一曲同工之妙 不过不同的是 他有自己核心的点 也就是自己本身的气势与见识 而命运之子则是完全依赖这诸天万界之力 当逆行者破掉那诸天万难界之力后 命运之子就像没了獠牙的狼一样 只能任人宰割 晶空之中 叶玄盘坐在地 在他身旁不远处 是那三名太上长老 墓长老道 方才我等传授给你的这大道点法 是我圣脉之中凝聚式的一门心法 在我圣脉内 排名第二 你现在得将其吃透 一旋眉头微皱 第二 第一呢 墓长老犹豫了下 然后道 并非我等步传授给你 而是这第一心法 你怕是不能修炼 一旋有些不解 为何 墓长老审声道 因为这第一的心法 有一个特别苛刻的要求 那便是在你明示时 需要穿梭时空 不是一重两重时空 而是无数众 这种情况下 你很难成功 即使成功 怕是凝聚一次 也需要用上半月的时间 穿梭时空 一旋省声道 从诸天万界之中 见世 就得穿梭无数的时空 对吗 墓长老点头 这大道点法 就要简单一点 当然 作用也小很多 因为这大道点法 只能让你 借身边一些 相近世界的事 其实 这两门心法 都是同一人所创 而当初那位前辈 之所以创造这门心法 就是因为前面那部心法对修炼者要求太苛刻了 一般人根本无法修炼 因此 他才又创造出了这大道点法 叶玄笑道 给我第一的那卷心法吧 墓长老犹豫了下 然后道 这 我怕你修炼之后 到时候无法使用 浪费时间 叶玄笑道 没事 给我吧 无视时空 有清玄见的他 不正是无视任何时空吗 墓长老看了一眼叶玄 没有拒绝 他屈指一点 一道白光没入叶玄没间 空 一瞬间 无数信息涌入叶玄脑中 大道审法 这就是一门巨士的心法 不得不说 这还是有点恐怖的 根据其描述 修成之后 可瞬间凝聚诸天万界之事 不过 这很苛刻 首先 使用之人必须的能够无视诸天万界的时空避障 而当初那前辈之所以能够创造出这种功法 主要原因是因为对方是时空神体 对方不能无视时空 但能够与许多时空融为一体 而他也选择是完全无视时空 比这种时空体制更可怕 接下来的时间里 叶玄开始研究在这大道神法 在穆长老等人的帮助下 他的速度可谓是突飞猛进 十天后 叶玄便开始巨视 晶空之中 叶玄双眼微闭 沉默许久许久后 他突然睁开双眼 来 声音落下 刹那间 无数未面时空开始剧烈颤动起来 紧接着一道道极其恐怖的 诗字叶玄四周时空之中涌了出来 最好宛如河流一般会聚字叶玄手中的 清悬剑之中 无穷无尽的是 见到这一幕 一旁的牧长老三人脸色 皆是变得凝重起来 这句式的速度太快了 牧长老身旁的神长老看向叶玄手中的 清悬剑 这剑能够承受住吗 牧长老看了一眼叶玄手中的清悬剑 然后道应该没有问题 清空之中 清悬剑开始微微颤动起来 而在他身边 四周星空在这一刻竟然开始沸腾起来 不仅如此 四周还有无穷无尽的失朝着叶玄涌来 这一刻 叶玄清悬剑之中蕴含的事 已经达到一个非常恐怖的程度 叶玄拇指轻轻抵住清悬剑剑柄 他双眼依旧微闭着 没有出剑 他要看看自己极限 很快 他发现 他根本没有极限 应该说 清悬剑没有极限 那些事涌入清悬剑内 就像是河水汇入大海的那种感觉 发现这一幕 叶玄嘴角微微掀了起来 他是以清悬剑为载体凝视 也就是说 只要清悬剑能够承受 那么 他就能够凝聚的事就没有上线 清悬剑这个载体有多大 他就能够凝多少的事 而现在的情况就是 清悬剑没有上线 这时 场中星空突然剧烈沸腾起来 无数星光在这一刻寂灭 一旁 纳木长老三人脸色皆是变了 此刻的他们三人都感觉到有些危险 这时 月悬四周的那些时空开始燃烧起来 然后湮灭 这片时空已经承受不住他此刻借来的这些事 这时 一旁的牧长老犹豫了下 然后道 还没到极限吗 极限 一旋看向牧长老 笑道 我才刚开始呢 牧长老 这时 一旁的秋长老突然道 不能再借了 一旋有些不解 为何 秋长老审声道 你若再借 会损害许多世界的本源 一旋感受了一下 果然 如秋长老所言 若是他再继续借下去 真的会损害那些世界本源 叶玄心念一动 正要切断与那些未面世界的联系 而这时 一旁的神长老突然道 等等 叶玄看向神长老 神长老盯着叶玄 你现在可以感受一下这诸天万界之事 然后分析一下他们与你个人的事 还有你见识的不同之处 最后再看看能不能将三者完美融合 然后形成一种新的事 文言 叶玄愣住 对啊 自己真正的目的是什么 是希望借助这些事来提升自己 讲到这 叶玄双眼缓缓闭了起来 然后感悟着那无穷无尽的事 这些事与自己的事有何不同 很快 叶玄发现一个核心点 那便是他的事很单一 他自身的气势与自己的见识都很单一 没有夹杂任何别的事 而这诸天万界之事却不同 这些事包罗万象 不是一个个体 但他们又凝聚成为一个整体 融合 一旋沉默片刻后 然后开始让这诸天万界之事与自己的事融为一体 但他却发现 很难 两种截然不同的事 很难相容 这时 那神长老通然道 可是有难 叶玄点头 神长老沉默片刻后 道 你可尝试与他们融合 而不是让他们来与你融合 叶玄微微一愣 这可以 神长老道 是是 叶玄想了想 然后开始尝试让自己的见识与气势与那诸天万界之事相容 他发现 当他的事与见识主动与这诸天万界之事相容时 这诸天万界之事竟然不排斥 主动让他融合 叶玄带着疑惑的目光看向神长老 神长老微微沉吟后 道 诸天万界 容纳一切 也容纳你 而你却无法容纳诸天万界 就像 大海能够容纳大河 但是 大河能容纳大河吗 叶玄沉默 神长老又道 这几日与你接触 我们三个发现 你的见到很特殊 根本不是正常的破圈 你这种很另类 我们也未曾见过 说到这 他顿了顿 又道 但天下大道 殊途同归 我们给你一个建议就是 修炼过程之中 莫要太过注重自己 你也可以尝试与这天地接触一下 那逆行者 他相当于是逆天而行 他走的路与大多数修炼者截然相反 他这种修炼方式比正常人难上无数倍 当然 他的实力也比一般人强无数倍 叶玄突然道 前辈是想让我顺应天道 神长老犹豫了下 点头 我知道 你可能会有些反感 毕竟 一般有能力者 都喜欢逆天而行 而且 顺应天道 会让有些觉得自己是臣服了天道 叶玄连忙摇头 不不 前辈误会了 我没有这种感觉 天道 他自然不讨厌天道 开玩笑 面杰可就是五为天道 神长老恶然 你 叶玄正色道 据我所知 许多天道都是非常好的 往往都是一些生灵喜欢自己搞事情 搞个什么逆天而行 我个人是非常痛恨这种的 人家天道往往什么事都干 而许多生灵却喜欢没事搞个什么逆天 那种完全是吃饱撑了的 声音刚落下 叶玄手中的清玄剑突然颤动起来 下一刻 他清玄剑内的那无穷无尽是直接涌出 然后朝着叶玄体内涌去 空 一瞬间 叶玄整个人的气势直接达到了巅峰 而在他面前的那神长老三人 直接被震到了数万丈之外 不仅如此 四周茫茫星空之中 无数星辰之力宛如浪潮一般朝着叶玄涌来 叶玄先是愣了愣 下一刻 他连忙持见朝天一举 我叶玄愿与天道不共待 或不是我与天道共存亡 共存亡 神长老三人 第2044章无人能杀我 听到叶玄的话 场中神长老三人直接猛 这家伙这么上道的 当然 最重要的是 他们没有想到 这诸天万界之天道竟然会响应叶玄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这诸天万界之天道认可叶玄啊 难道拍马屁对天道也有用 三人相识了一眼 眼中皆是带着一丝难以置信 这时远处的叶玄嘴角微微掀了起来 那些是附身与清玄界上与附身在他身上 是有很大区别的 因为现在那些诸天万界天道相当于认可了他叶玄 一开始时 他修炼那大道神典 其实相当于是强行借取诸天万界的事 天道在世俗人眼中 或许很强 但是在他们这种层次的强者眼中 一般天道其实已经算不得什么 因此 他若要借是 那些诸天万界的天道根本不敢不借 但现在不同 这诸天万界的天道相当于认可他叶玄 主动相助他 这是有本质区别的 当然 叶玄并不知道 凡事有因果 有戒就有害 这时 叶玄掌心摊开 然后轻轻一压 一瞬间 那些是尽数消失不见 他没有选择出一件事时 因为他这一件出去 怕是能把这大摩天玉打残 这时 一旁的神长老沈声道 你让我们很意外 叶玄看向神长老 笑道 前辈 我们接下来修炼什么 神长老看了一眼叶玄 你好像一点都不怕那逆行者 叶玄反问 我为何要怕 神长老看着叶玄片刻后 微微一笑 确实 逆行者也没什么了不起 我们接下来练实战 声音落下 他看向一旁的邱长老 后者微微点头 他掌心摊开 一个小小的水晶魔方出现在他手中 叶玄有些好奇 这是 邱长老道 此乃一个独立的虚幻世界 里面由无数阵法组成 刚好适合用来实战修炼 叶玄笑道 正好 说着 四人进入那魔方之中 魔方世界内 叶玄看了一眼四周 他四周的世界确实是虚幻的 也就是说 可以肆意破坏 叶玄看向神长老三人 三位前辈 我的对手是谁 神长老看着叶玄 我们 叶玄微微一愣 然后道 你们三位 神长老点头 你要以一敌三 叶玄笑道 好 声音落下 他掌心摊开 手中轻弦剑飞斩而出 说干就干 当剑飞出去的那一瞬间 为首的神长老突然消失在原地 下一刻 那柄剑直接直接被一只虚幻的巨手死死握住 与此同时 一道拳印直接出现在叶玄眉间前 叶玄眼瞳咒然一缩 他心念一动 无数剑弃自他体内飞斩而出 空 一片剑光破碎 叶玄瞬间暴退至数万丈之外 而他还未停下来 一道拳印直接轰在他胸前 空 顺西间 叶玄肉身直接崩碎 只剩灵魂 叶玄直接猛 远处 神长老看向叶玄 你是不是觉得我们很弱 叶玄善笑了笑 没有 只是我没有想到 三位前辈竟然也是念通静 神长老点头 我们是念通静时 虚冲他们跟你一样笑 叶玄 这时 一旁的酋长老审声道 我们不知那逆行者的实力究竟有多强 但有一定可以确定 那就是对方隐藏得很深很深 甚至对方早已经达到念通 一旁的邱长老又道 或许已经达到道明镜 道明 文言 牧长老与神长老皆是沉默了 其实 他们都不太愿意往这个方向想 邱长老看向叶玄 小家伙 你面对他时 是什么感觉 说真话 不要花里胡哨 叶玄想了想 然后道 深不可测 深不可测 邱长老道 面对我们三人时 并没有那种感觉 对吗 叶玄点头 文言 三人脸色皆是变得凝重起来 片刻后 邱长老低声一叹 小家伙 你若不想躺这躺浑水 我们绝不阻拦你 你可以离去 这不是欲擒故纵 更不是激将法 文言 神长老与牧长老看向邱长老 邱长老看了一眼叶玄 神色复杂 他天纵奇才 若是现在与那逆行者打 很可能会夭折 我圣脉不应该这般坑人家 文言 叶玄眼中闪过一丝诧异 他没有想到这老头竟然会这么想 一旁 牧长老与神长老沉默 邱长老看向叶玄 你自己决定 叶玄笑道 打 邱长老看着叶玄 为什么 叶玄哈哈一笑 因为我也想看看 年轻一代我有没有比别人差 老一辈比他强 那不是他的问题 但如果年轻一代也比他强 那就是他自己问题了 他从不认为自己是年轻一代中的天下第一 但他也不会觉得自己比别人差 他原本可以让这三老头带着他进入小塔内修炼的 如果在塔内修炼 三个月后 他有信心斩杀任何道明镜强者 不过 他没有选择那么做 他这一次想公平一战 因为那逆行者光明磊落 他叶玄也有自己的骄傲 你玩阴的 我就来阴的 你光明磊落 我也不做小人 他叶玄可以在实力上书 但是 绝对不会在骨气上书 听到叶玄的话 邱长老微微点头 那我们继续开始 接下来的时间里 叶玄重塑肉身后 继续与三人大战 如果打一位 他一点也不虚 但是 以一敌三 他就完全被压着打 根本没有还手之力 这三人可都是这大摩天玉最顶尖的超级强者啊 特别是三人联手 根本不给他叶玄一点机会 当然 进步也是有的 那就是 他再也不敢硬钢 而是学会了拉扯 边打边拉扯 这让他没有再被打得那么惨 某处大殿前 神童看着虚空之上 雷头微皱 不知在想什么 这时 命运之死出现在他身旁 命运之死抬头看向天际 他打不过那逆行者的 神童看向命运之死 为何 命运之死轻声道 因为我与那逆行者交手时 能够感受到 他当日隐藏了大部分的实力 我们比起他 确实差了不少 神童笑道 明台兄 我觉得 你有些想法不对 命运之死看向神童 什么想法不对 神童轻声道 我当日也败给了那逆行者 但是 我从不认为自己比他差 命运之死看着神童 为什么 神童笑道 我承认 他确实很强 但是 我永远不会再否定自己 现在打不过 难道代表我们一辈子也打不过吗 如果我们心里就否定自己 认为自己打不过他 那我们这一辈子都会不如他 命运之死沉默 这时 神童看向虚空之上 我觉得 叶兄绝对能够赢那逆行者 命运之死看了一眼神童 你凭什么这么认为 神童轻声道 叶兄说过 他从未败过 命运之死眉头微皱 你信 神童点头 信啊 命运之死眉头皱得更深 你凭什么信 神童想了想 然后道 我觉得 叶兄这种天才妖孽 肯定是不屑说谎的 他说他一路来都是无敌的 我相信这肯定是真的 说着 他看向命运之死 他之前可是一剑斩伤了那逆行者 你觉得这种觉世见羞会谢于说谎吗 命运之死沉默 神童继续道 一开始我也觉得叶兄花里胡哨的 但后面我才发现 世人都只看到叶兄的花里胡哨 而没有看到他内在的智慧 你看我 我跟着他混 白得了一个画自在尽强者的传承 我如果继续跟着他混 以后肯定还有更多的好处 这兄弟 我交定了 命运之死看向神童 你 牛 神童看向命运之死 明台兄 要不你也跟叶兄混吧 我觉得 挺有前途的 命运之死摇头 我不会跟任何人 说完 他转身离去 神童摇头 跟人混很丢人吗 就在这时 远处上空天际突然撕裂开来 下一刻 一名男子缓步走了出来 见到来人 神童神色顿时变得凝重起来 来人 正是那逆行者 这时 虚冲等人也出现在天际上空 虚冲看着逆行者 时间好像还没到 逆行者点头 我知道 虚冲眉头微皱 那你来做什么 逆行者道 我已突破 无聊 所以来此等他 闻言 虚冲三人神色顿时变得凝重起来 已突破 这家伙已经突破 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这家伙突破了什么 是念通静 还是道明静 这时 那逆行者抬头看向天际上空 他还未突破 虚冲三人沉默 三人此刻脸色皆是有些难看 逆行者收回目光 然后道 那我等等他 虚冲看着逆行者 你不怕我等将你震杀在此地 逆行者看了一眼虚冲 这大摩天狱 已无人能杀我 第2045章逆顺 听到逆行者的话 虚冲三人眉头皆是皱了起来 无人能杀他 不得不说 逆行者句话有些狂妄了 但转念一想 逆行者真的狂妄吗 虚冲三人脸色逐渐凝重 他们虽然想现在就震杀这逆行者 但是 他们并没有动手 因为 他们没有把握 千不说这逆行者本身的实力 在这暗中 摩脉强者也是在的 如果他们现在动手 那就真的意味着要与死网破了 而现在 还没到这种程度 因为圣外还有最后一张底牌 那就是叶璇 讲到叶璇 三人皆是忍不住 朝着虚空之上看了一眼 叶璇真的能够战胜这逆行者吗 其实 他们真的没有太大信心 因为这逆行者的太逆天了 强如命运之死在他面前 也如楼椅一般 而这花里胡哨的叶璇 就在这时 虚空之上突然响起一道剑鸣声 天际阵列 转瞬 叶璇出现在场中 见到叶璇 虚妄眉头微皱 你 叶璇微微一笑 耐住 我不太好意思 让别人等我那么久 虚妄看着叶璇 小心些 叶璇点头 他看向那逆行者 笑道 未曾想到 你来得这么快 逆行者打亮了一眼叶璇 然后道 你可以继续修炼 我们约定的时间是三个月 现在不过才五六日 我可以等你一段时间 叶璇笑道 不用等了 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逆行者点头 那好 叶璇道 就在这里打吗 一旁虚妄满脸黑线 你是希望把我们圣脉打没吗 叶璇 虚妄抬头看向远处天际 古青 据我所知 你魔脉有一神秘的方外之戒 此戒虚无 正好适合战斗 对吗 这时 一名老者走了出来 正是魔默默煮古青 古青看了一眼叶璇 然后掌心摊开 在他手中出现一幅古画 虚妄看着古青 我相信 这是一场公平的战斗 古脉主绝对不会动手脚 对吗 一旁 逆行者突然道 虚妄脉主放心 如你所说 这是一场公平的战斗 不会有任何人动手脚 虚妄点头 那就好 说着 他看向叶璇 小心些 叶璇笑道 当然 说着 他与逆行者直接进入那方外之戒 方外之戒是虚无的 无边无际 这里面的一切 都是由阵法组成 与之前那魔方世界类似 不过 这个世界要更大 也更坚固 在两人进入方外之戒后 神长老三人出现在虚妄三人身旁 虚妄神声道 有把握吗 神长老摇头 不知 虚妄看向神长老 不知 神长老点头 我们看不透他 虚妄微微一笑 看不透就好 众人看向那方外之戒 叶璇对面 逆行者看向叶璇 希望你能给我点惊喜 叶璇哈哈一笑 希望你不要太弱 装逼 谁不会 逆行者微微点头 那我们就开始吧 声音落下 他突然朝前踏出一步 这一步踏出 叶璇只觉眼前一花 无数的世界仿若电光火石一般自他眼前掠过 叶璇眼瞳咒人一缩 对方这是要以维度来压制自己 而就是这一瞬间 对方已经在数万众时空之外 如果自己不能进入与对方相同的时空 那么自己将处于绝对的劣势 叶璇没有选择跳跃时空 而是拇指轻轻逆顶 师 轿中的剑突然飞出 师 一道极其刺耳的撕裂 声刺场中骤然响彻 瞬息间 叶璇面前的时空直接列出一道深不见底的裂缝 这一剑 蕴含着他自身的气势 而这时 那逆行者停了下来 下一刻 他与叶璇同时暴退 两人足足退了进千丈才停下来 逆行者停下来后 他看了一眼叶璇手中的剑 你为何不用那天那柄剑 叶璇此时用的剑并不是清玄剑 叶璇笑道 剑修剑修 重要的是人 而不是剑 在我手中 即使是一根木头 那也是绝世神剑 脚塔 逆行者看着叶璇 我觉得 还是有区别的 你若是用那神剑 我会比较忌惮 而你手中这剑 恕我直言 怕是难伤我 叶璇笑道 再来 逆行者点头 他刚点头 叶璇手中的剑突然消失 这一剑出 整个方外之剑直接沸腾起来 气势加剑是 试探 两人都没有选择试探 一打就直接来争格的 到了他们这种程度 已经不需要任何的试探 一旋这一剑出 整个方外之剑的世界直接沸腾起来 无数阵法在这一刻开始燃烧起来 这片方外之剑已承受不住这一剑的威力 见到这一幕 外面的古青等人神色皆是变得凝重起来 一旋这一剑的威力 强得有点超出他们的预料 一旋对面 逆行者双眼缓缓闭了起来 当夜旋那一剑来到他面前时 诡异的一幕出现了 夜旋那一剑看似在往前 但实则是在往后 往夜旋他自己斩去 见到这一幕 夜旋眼瞳咒人一缩 逆行 他这一剑竟然在逆行 就在这时 那柄剑速度极快 瞬息间 夜旋的剑直接没入他眉间 外面 鸭雀无声 结束了吗 就这样结束了吗 牧神死死盯着那方外之剑内的夜旋 一旁 骨青嘴角微微掀起 泛起了一抹笑容 结束了 方外之剑内 逆行者转身离去 但是很快 他眉头皱起 他转身看向远处夜旋 夜旋微微一笑 还未结束了 闻言 所有人愣住 没事 夜旋掌心摊开 他眉间那柄剑突然间消失 然后出现在他手中 逆行者看着夜旋 为什么 夜旋反问 你刚才那是什么力量 逆行者想了想 然后道 逆行之力 可以逆转一切 逆行之力 夜旋轻声道 好强 逆行者又问 你为何会没事 夜旋笑道 我体质有些特殊 逆行者点头 明白了 那我们继续来过 声音落下 他朝前踏出一步 这一步踏出 整个方外之界内的世界 直接突然变得虚幻起来 然后一点一点化为虚无 不仅如此 夜旋此时也在一点一点消失 夜旋双眼微眯 他发现 这片世界的阵法在恢复本来面目 也就是宁物质 而他自己 也在这股力量之下 回归最原始的本质 好诡异的力量 夜旋没敢多想 也不敢保留 他朝前踏出一步 这一步踏出 一瞬间 无数气势突然自诸天万界 汇聚与他身 一念间 诸天万界之势至 夜旋拇指突然猛的一顶 见出 这一剑 不仅汇聚了诸天万界之势 还有他自己的势与见势 这一剑 虽然没有使用血脉之力 但是 这一剑的视野达到了一个非常恐怖的程度 这一剑刚一出 整个方外之界率先湮灭 一剑破空而去 远处 逆行者双眼微眯 他右手摊开 然后朝着面前轻轻一印 这一印 夜旋那一剑的速度竟然在这一刻直接变得缓慢下来 不仅如此 还有往回的迹象 要逆转他的剑 夜旋眼中闪过一抹力气 他再次朝前踏出一步 而他的剑翘内又多了一柄剑 夜旋拇指再次猛的一顶 诗 一道撕裂声突然自场中响彻而起 下一刻 一柄剑再次破空而起 然而 还未结束 夜旋剑翘之中又出现一柄剑 下一刻 这柄剑也飞斩而出 顺西间 夜旋连出了五剑 五剑手尾相连指展那逆行者 轰轰轰轰轰轰轰 逆行者一瞬间暴退将近五万丈 当他停下来时 他嘴角溢出一抹鲜血 下一刻 他眼中闪过一抹争鸣 诸天万道 我一念逆之 声音落下 他右手摊开 然后猛的一番 这一番 夜旋那五柄剑突然剧烈颤动起来 下一刻 五剑直接以一个诡异的形态朝着夜旋刺去 再次逆转 这个逆转 不仅逆夜旋的剑 还逆相助夜旋的那诸天万剑 这一幕有点类似当初逆行者逆命运之子那一幕 不过 夜旋可不是那命运之子 远处 夜旋双眼微眯 他剑翘内再次出现一柄剑 他朝前踏出羽布 目吓 诸天万道 我们同生共死 声音落下 空 一瞬间 夜旋身体直接剧烈颤动起来 无穷无尽的是宛如浪潮一般涌入他体内 眨眼间 他自身的是达到了一极其恐怖的程度 下一刻 夜旋拇指轻轻一柄 试 他剑翘内的那柄剑再次飞出 这一剑 比之前那五剑强了至少数倍不止 这一剑出 夜旋整个人顿时仿佛被抽空一般 整个人直接瘫软下去 不仅如此 他的脸色也在这一刻变得苍白如指 倾尽全力的一剑 而他 依旧没有选择用青旋剑 夜旋最后那一剑携带着滔天之势破空而去 外面 那古青手中的那副古图直接燃烧起来 一个逆 一个顺 谁能胜 第2046章天道之友 所有人都在死死盯着那即将要破灭的方外之剑 在那里面 夜旋的剑已至那逆行者面前 空 逆行者面前的那片时空直接凹了进去 逆行者眼瞳微缩 自己的逆行之力已经无法逆转夜旋的剑 没有多想 他左手猛的朝前就是一拳 拳头之上 一股强大力量席卷而出 很直接的一拳 没有任何的花里胡哨 空 在所有人的注视下 一片剑光与泉茫猛的爆发开来 远处 躺在地上的夜旋双眼突然缓缓闭了起来 下一刻 他拇指轻轻一顶 空 他剑翘内 又一柄剑飞出 这是他最后一剑 真正的最后一击 其实 这一剑很冒险 因为他此刻其实已经是山穷水尽 但是 他还是出了 万事 一定要尽全力 特别是打架 你不拼命 可能就没命 当那一剑斩出 夜旋气息开始迅速变得虚弱 而他也没有再管那逆行者 他已尽全力 若是还打不过 那也没有办法了 远处 夜旋那第五剑直接刺在了逆行者的拳头上 而逆行者那强大的力量并未能够抵挡住夜旋这一剑 剑长驱直入 直接刺穿逆行者拳头 最后没入他胸前 空 一瞬间 逆行者整个人直接到飞而出 然而这时 又是一剑斩来 逆行者抬头看向那斩来的第六剑 他双眼微眯 下一刻 他左手摊开 然后猛的一握 空 他肉身自己破碎 自毁肉身 当肉身毁掉的那一瞬间 第五剑与其肉身一同炸裂开来 不过 他灵魂也是在一瞬间变得虚幻起来 要知道 夜旋第五剑可是蕴含着极其恐怖的诸天万界之势的 这时 逆行者双眼缓缓闭了起来 他双手猛的朝前一合 空 他灵魂直接合住了夜旋的第六剑 空哦 逆行者再次报退数万丈之后 当他停下来时 他灵魂已经坠入一片漆黑的时空深渊之中 但是 他硬生生合住了夜旋那第六剑 那柄剑再离他眉间还有半寸时停了下来 不过 那剑之中的力量依旧还在 逆行者就那么死死合着那柄剑 他不能松手 一松手 剑就会自他眉间穿过 而以他现在的状态 若是被夜旋这第六剑刺中 灵魂必定溃散 不仅灵魂连意识都可能被直接抹除 而他现在也没有那个力量摧毁这一柄剑 刚才夜旋第五剑给他造成的伤害实在太大了 此时 那方外之剑已彻底消失 但是 两人的战斗还未结束 魔脉与圣脉双方都没有插手 也不敢插手 谁插手 都意味着要与死网破 于是 夜旋与那逆行者就那么僵持了下来 谁先恢复 这时 远处地面上的夜旋突然缓缓睁开了双眼 见到这一幕 外面的虚妄等人顿时兴奋不已 而那古青等人脸色则是彻底难看下来 夜旋缓缓起身 此刻的他脸色虽然还是苍白无比 但比之前好了太多太多 而他之所以能够恢复得这么快 自然是因为不死血脉 只要逆行者不一下弄死他 他就能够一直恢复 见到夜旋站了起来 远处那逆行者双眼顿时眯了起来 他看着夜旋 神色平静 夜旋深吸了一口气 此刻的他 依旧感觉全身软绵绵的 好似被抽空了一般 刚才那六剑 直接消耗了他所有的力量 片刻后 夜旋突然缓步朝着那逆行者走去 逆行者双手依旧合着剑 他双手在颤 夜旋看着逆行者 他左手剑翘之中又出现一柄剑 见到这一幕 外面的那古青脸色顿时为之一变 就要出手 但是很快 他整个人微微一愣 下一刻 他神色变得平静下来 也没有再出手 远处 夜旋突然停下脚步 他看着逆行者 片刻后 他微微一笑 这一次就算平手 你看如何 平手 文言 外面的须冲等人眉头皱了起来 须冲正要说话 却被神长老阻止 神长老看着远处夜旋 别插手他们之间的事 屈冲犹豫了下 最终还是没有选择插手 远处 逆行者沉默片刻后 点头 可以 说着 他双手一松 这一松 那第六件竟然直接化作虚无 见到这一幕 虚冲眼瞳咒人一缩 原来 这逆行者还有力量 对方一直在留一手 等夜旋出手 然后给夜旋一击毙命 而夜旋显然是发现了这一点 因此 他没有选择直接出手 而是不出手 夜旋不出手 逆行者就不敢出手 因为逆行者也怕夜旋留一手 双方都在互相忌惮 远处 逆行者看向夜旋 你选择顺应天道 夜旋笑道 是的 逆行者眉头微皱 我被修饰 从修炼那一刻开始 便注定在逆天而行 你选择顺应天道 换言之 便是一种屈服 外面 虚妄等人神色变得凝重起来 这逆行者是要选择闻斗吗 夜旋能斗得过吗 要知道 许多时候 闻斗就是在破对方心境 远处 夜旋摇头一笑 人要修炼 这本身无错 但是 天道有何过错 天道也是这茫茫宇宙之中的一员 你修炼就修炼 为何要没事逆人家 人家天做错了什么 逆行者看着夜旋 你修炼 就是在与天争 不是吗 夜旋却是摇头 一些小世界 人类要生存 人类要发展 而他们的发展 会破坏环境 破坏生态 换言之 他们是在破坏养育他们的栖身之地 我不能说人类有错 因为人类要发展 要生存 只能那么做 但是 他们居住的那个星球又有何错 你出生在这个星球上 这个星球养育了你 而有一天 你变强了 然后你觉得这片世界妨碍了你 于是 你要逆天 说着 他微微一笑 这就好比 一个人他养育了自己儿子数十年 到头来 他儿子却嫌他年老是一种累赘一样 逆行者盯着夜旋 你在通幻待念 夜旋笑道 那我问你 你是不是出生在这片宇宙 若是 那是不是这片天地养育了你 这片天地养育了你 但你却要逆天而行 我问你 这片天道做错了什么 这时 四周天地间突然微微颤动起来 无数灵气朝着夜旋涌去 这片天道在回应夜旋 见到这一幕 另一边的那股青脸色顿时变得难看起来 夜旋又道 人类要修炼 要生存 无可厚非 但我觉得 这是大家自己的野心与欲望 跟人家天道没有半毛钱关系 把自己的野心与欲望转换成人家天道的不是 这是不是有点太过分 逆行者死死盯着夜旋 可你修炼 就是在逆天 夜旋眨了眨眼 天道也修炼 那他在逆谁 逆行者表情将注 夜旋继续道 我觉得 人是自私的 我也自私 但是 我们不应该既当婊子 又要立真结牌坊 若是天道真的害你了 你要逆天 我还可以理解 人家天道又没有害你 你也要逆天 那我就觉得太扯淡了 反正 我愿意与天下所有好的天道做朋友 他声音刚落下 天际 一道虚影悄然凝现 是一名女子 女子穿着一袭洁白长裙 眉间有一点珠红 很美 天道 见到女子 场中虚妄等人眉头皆是皱起 这天道怎么出现了 大摩天狱自然也是有天道的 不过 这天道平时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存在感 毕竟 以虚妄他们现在的实力 一般天道在他们眼里 真的很弱 天际 女子看向夜旋 微微一笑 谢谢 夜旋笑道 谢我做什么 女子轻笑道 谢你为我们说话 夜旋微微一笑 我也谢谢你们方才帮我 以后你们若是有需要 可以直接找我 能力范围之内 我必相助 女子犹豫了下 然后道 真的吗 夜旋点头 女子微微一理 少年人 我知道 你不是一般人 你今日之言 我会谨记 日后若是有难 我会找你 那时 希望你莫要拒绝 说着 她掌心摊开 一道白色印记缓缓飘下 最后 那道印记直接没入 夜旋眉间 空 夜旋身体微微一颤 眉间出现一道浅浅的印记 夜旋有些不解 这是 女子道 这是天道印记 你拥有此印记 这片宇宙所有的灵都会相助你 不仅如此 别对宇宙的天道若是见到此印记 也会信任你 你若有需要 我们也会竭尽所能相助你 文言 下方的那虚冲 双眼微眯 他在结交这少年 神长老轻声 道 这家伙 要发了 虚冲看向神长老 为何这么说 神长老审声道 刚才 他只是能够调动一片世界的事 但是现在 他若是得到那些天道的认可 那就不仅仅只是调动事了 而是一片世界的世界之力 说着 他看了一眼夜旋 这家伙成为天道之友了 第2047章 水顶得住 天道之友 此时 叶玄也没有想到自己竟然就这么得到了这片世界天道的认可 他是知道的 天道这种声明 对人类以及别的一些声明都是非常戒备的 而对方居然选择给自己天道印记 当然 这是好事 天大的好事 他现在借势甚至都不需要运用那大道神典 不仅如此 他还能够借助诸天万界之力 借势与借力 那是有很大区别的 远处 逆行者深深看了一眼夜旋 我们来日再战 说完 他转身离去 夜旋看着远处离去的逆行者 沉默 这时 须冲等人出现在夜旋身旁 须冲打亮了一眼夜旋 没事吧 夜旋摇头 我要闭关一段时间 须冲点头 好 说着 他看向木哥 给他安排 夜旋通然笑道 卖主 不用安排 给我一间安静的大店便可 须冲犹豫了下 然后点头 好 夜旋消失在原地 场中 须冲轻声道 未曾想到 会是这般结果 场中众人皆是点头 他们也没有想到 竟然会打个平手 这时 木神突然轻声道 已是最好结局 神长老点头 这次确实是最好的结局了 说着 他看向木神 你是如何发现这小家伙的 文言 场中众人皆是看向木神 显然 他们也好奇 木神沉默片刻后 道 捡道的 众人 乔塔内 夜旋盘坐在地 双眼威闭 这时 小塔兴奋道 小主 恭喜你 夜旋有些不解 恭喜我什么 乔塔道 我以为你要动用 清旋剑与血脉之力的 然而你并没有 夜旋沉默 其实 这一次 他是真不想动用 清旋剑与血脉之力 对战老一倍强者 他没有办法 但是那逆行者并不是老一辈的强者 他夜旋也有自己的傲气 这时 小塔审声道 小主 我发现 其实你也不是那么差劲 夜旋满脸黑线 妈的 我以前在你心中很差劲吗 小塔犹豫了下 然后道 我拒绝回答这个问题 夜旋 夜旋不再与这掉毛废话 他双眼缓缓闭了起来 与之前那逆行者一战 不得不说 还是有些危险的 特别是那逆行者的逆行之力 如果不是他修炼过剑体 他出的第一剑就已经凉了 最重要的是 他能够感觉得到 那逆行者并未出全力 特别是最后对方 竟然还能够碎掉他的第六剑 这意味着 对方还留了一手 甚至好几手 念至此 夜旋掌心摊开 清旋剑出现在他手中 清旋剑微微颤动着 似是在回应他 夜旋嘴角微先 下次一定带你一起战斗 清旋剑颤动了一下 然后发出一道剑鸣声 接下来时间里 夜旋开始疗伤 虽然有不死血脉 但是 之前连出六剑对他来说 实在是有些伤 一点点时间完全不足以 让他全部恢复 两个时辰后 夜旋伤势恢复的差不多 伤恢复后 他立即找到了神长老三人 夜旋看着面前的神长老 前辈 我想要继续战斗 神长老看了一眼夜旋 可以 以一打三 毫无悬念 没有用清旋剑于血脉之力的他 直接被神长老三人吊打 夜旋此刻才发现 他有点低估神长老三人 这三人的战斗意识以及配合 真的很恐怖 特别是那配合 只要他稍微不注意 换来的就是一顿毒打 而且 连反抗的余地都没有 当然 这让夜旋更加兴奋 被打 就意味着自己还不够强 有进步的空间 在与三人的交手之中 他一直坚持不用清旋剑于血脉之力 清旋剑是亲儿给他的 血脉之力是老爹给的 这两样都不是他自己修炼得来的 严格来说 算是外物 他想看看自己不用外物后 是不是真的不行 磨脉 古亲站在一处山巅之上 在他身后 站着一名中年男子 这人正是那调查回来的木游 古亲亲声道 古帝是死在那夜旋之手吗 木游摇头 不是 是死在他身后之人手中 古亲双眼微眯 他身后之人 木游点头 一名青山男子 不过 此人很神秘 我们调查不到对方的来历 古亲沉默 木游突然道 据我所知 那夜旋是来到了我们这里 并且入了圣脉 对吗 古亲点头 就在之前 他还与逆行者打了一架 文言 木游眉头微皱 怎么可能 据我所知 他的实力并不强 连那古帝都打不过 最后还是叫人出来 才杀了古帝 他怎么可能能够与逆行者打 古亲诞声道 我也不相信 可事实就是如此 木游沈声道 这么说来 他是在这期间提升了 可是 这才多久 他怎么可能提升这么多 古亲双眼缓缓闭了起来 没什么不可能 不要用常理去衡量一些天才妖孽 木游沉默 古亲又道 真的查不到那青山男子的信息吗 木游摇头 查不到 古亲陷入了沉默 这时 木游又道 需要报仇吗 古亲看向木游 用你的脑子想想 是什么样的势力 才能够培养出这种妖孽 木游犹豫了下 然后道 我们不也培养出了逆行者吗 古亲微微摇头 嘴角泛起了一抹自嘲 逆行者是摩脉培养的吗 并不是 其实 除了他之外 摩脉内没有别人知道 这逆行者其实另有身份 对方只是暂时待在摩脉 摩脉是没有那个能力培养出逆行者这种妖孽的 要知道 逆行者 相当于逆天而行 而且是一直逆天而行 这种人 是需要强大的护道者的 不然其还未成长起来就会被冥冥之中的一些存在就干掉了 而叶玄不输那逆行者 这意味着叶玄身后也有一个超级恐怖的势力 一旁 木游审声道 那就这么算了吗 那古帝可是卖主您的孙子 古亲眉头微皱 古帝 我不认识啊 他跟我们摩脉有什么关系吗 木游满脸惊恶 古亲看着木游 记着古帝跟我们摩脉没有半点关系 说完 他转身离去 为了一个古帝而去招惹一个身后可能有恐怖势力的天才 那得多脑残啊 原帝 木游苦笑一声 然后转身离去 另一边山巅之上 逆行者静静站着 他双眼微闭 不知在想什么 这时 古亲出现在他身旁 逆行者轻声道 我要走了 古亲眉头微皱 这么快吗 逆行者点头 他们来接我了 说着 他看向远处 我去见见他 说完 他人已经消失不见 古亲犹豫了下 然后连忙带着一众摩脉强者跟了过去 正脉 正在战斗的叶璇突然停了下来 下一刻 他与神长老等人离开了那片虚幻的世界 正脉上空 空间突然撕裂 逆行者出现在场中 叶璇看了一眼逆行者 没有微皱 这家伙不会又来找自己打架吧 曲冲等人也是眉头微皱 显然 他们也认为逆行者是来找叶璇打架的 逆行者看向叶璇 我要走了 走 叶璇微微一愣 然后道 你要去哪里 逆行者想了想 然后道 回家 叶璇审声道 你不是磨麦的 逆行者点头 我只是暂时在磨麦历练 如今 时间已到 所以 我该离去了 叶璇看了一眼逆行者 然后道 你从什么地方来的 逆行者道 永夜 叶璇眉头微皱 永夜 逆行者眉头也皱起 你没听过吗 叶璇眨了眨眼 你听过银河戏吗 逆行者摇头 未曾听过 叶璇正色道 银河戏这么牛逼的世界 你竟然没听过 逆行者看向叶璇 这银河戏很厉害吗 叶璇认真道 很厉害 逆行者沉吟片刻后 道 我为何未曾听过 叶璇笑道 没听过很正常的 一般人都不知道银河戏的 逆行者道 我倒是有些好奇 叶兄能说说 那个地方的厉害之处吗 叶璇沉默片刻后 到那个地方 有一个很恐怖的强者 他叫最强天命 现在他在那里 银河戏有他照着 就是这全宇宙最强的世界 最强天命 逆行者眉头再次皱起 我也未曾听过 叶璇正要说话 就在这时 远处天际突然裂开 下一刻 一群身着黑色战甲的强者 出现在圣脉上空 有三十二人 而这其中 有三十人都是念通静 这还不是最恐怖的 最恐怖的是 为首的两人竟然还是道明静 见到这一幕 一旁的叶璇脸色当即黑了下来 心中忍不住怒骂 念通如狗 妈的 这地图开的也太快了 吹顶得住 草 草 草 第2048章剑道传承 随着那些强者出现 场中虚冲等人脸色瞬间大变 这逆行者何许人也 天际 那为首的一名道明静 强者缓步走到逆行者面前 他微微一礼 少主 逆行者点头 他看向叶璇 后会有期 叶璇笑道 后会有期 逆行者微微点头 他看向一旁的 摩摩摩竹古青 他掌心摊开 一本黑色古籍 缓缓飘到古青面前 这些时日 感谢照顾 小小心意 还请古脉主收下 古青犹豫了下 然后收起那卷古籍 日后若是有时间 回来看看 逆行者微微一笑 一定 说着 他又看向叶璇 叶兄 若有机会 来永夜晚 那里 天才无数 适合你 叶璇笑道 有机会的话 一定去 逆行者点了点头 他没有再说什么 转身缓步朝着天际走去 那道明镜强者 看了一眼叶璇 然后转身跟了过去 不一会 逆行者一行人 直接消失在天际尽头 天际 古青看了一眼叶璇 这时 叶璇突然问 古青卖主 有个问题想问一下 那古地可是你磨脉之人 古地 古青眉头微皱 什么古地 叶璇眉头微皱 你不认识 古青摇头 不认识 我磨脉内 没有一个叫古地的人 叶公子怕是认错人了 叶璇看了一眼古青 难道那古地 冒充磨脉的人 这时 古青又道 叶公子 有机会可以来磨脉玩玩 告辞 说完 他转身消失在天际 原地 叶璇沉默片刻后摇头一笑 他看向身旁的虚冲 前辈 那永夜是什么地方 虚冲犹豫了下 摇头 不知 叶璇沉声道 你也不知吗 屈冲苦笑 那应该是一个更高级的文明宇宙 叶璇沉默 这时 木神突然道 你要走了吗 叶璇笑道 暂时不 说着 他看向神长老三人 三位长老 我们继续修炼吧 神长老点头 好 说完 四人消失在原地 这时 木哥突然问 他到底什么来历 屈冲轻声道 你们看到他刚才表情了吗 木哥看向屈冲 什么表情 屈冲苦笑 他方才见到逆行者身后那些强者时 他没有半点惊讶 更没有一丝畏惧 文言 木哥与木神神色皆是变得凝重起来 叶璇为何不惊讶 为何不畏惧 很显然 只有一个答案 那就是叶璇身后的势力不比这逆行者弱 屈冲通人轻声道 他应该要走了 木哥点头 就是不知道他会不会去那永夜 木神没有说话 屈无世界之中 叶璇还在与神长老三人大战 依旧是以异敌三 他还是被神长老三人压制 不过 他越打越兴奋 越打越刺激 生死间的战斗 最容易激发一个人的潜力 这段时间来 他肉身已经破碎了不下百次 只要一个不慎 他肉身就会直接被打碎 当然 三人是陪练 并没有毁他神魂的意思 不过即使如此 叶璇每一次也是精神紧绷 不敢有一丝大意 而神长老三人也是变得有些吃力 叶璇虽然被他们三人压制 但是 叶璇是越战越强 而面对叶璇的那些剑 他们也不敢有丝毫的大意 一个时辰后 四人停了下来 开始总结 神长老帅先道 你的反应很快 现在已能够勉强抵挡我们三人 但是 你要明白一点 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 你一直防御 只会给我们机会进攻你 明白吗 叶璇点头 我知道这一点 不过你们三人配合实在太好 我无法找到破绽 邱长老笑道 我之前看你与逆行者一战 你一共出了六剑 对吗 叶璇点头 邱长老想了想 然后道 那六剑是你随意出的 对吗 叶璇再次点头 邱长老笑道 你为何不再创造一门剑技 叶璇愕然 再创造一门剑技 邱长老点头 以你现在的实力 当你凝聚诸天万剑之势后 你的极限是出六剑 而且 我发现你出剑的速度非常快 若是你的速度还能够再快一点 一瞬间连出六剑 六剑之势融合成一个点 以点破一个面 那你这六剑的威力将再次得到一个大大的提升 叶璇沉思 邱长老继续道 你的几门剑技都很强大 而你的几门剑技 都有自己独特的优点 你可以将几者结合起来 再创造出一门新的剑技 因为就目前而言 你的这刹那生死一剑 已经有点不太够用 叶璇沉声道 可以吗 邱长老笑道 试试 叶璇嘴角微先 那就试试 邱长老三人退到千丈之外 叶璇双眼缓缓闭了起来 左手拇指顶在剑柄上 蓄势待发 这时邱长老三人突然消失在原地 而几乎是同时 叶璇拇指猛的一柄 试 一柄剑破空而去 而几乎是同一时间 叶璇翘中又飞出一剑 而这一剑之后 又是一剑 一念间三剑 三剑皆是带着他自身的剑势与气势 轰轰轰 远处 三道剑光突然破碎 与此同时 邱长老三人直接抱退进万丈之远 见到这一幕 叶璇愣住 这是他与邱长老三人交手以来 第一次占据上风 远处 邱长老看了一眼自己右手 他右手手臂上有一道深深的剑痕 如果那一剑力道再强一分 那他这手臂就无了 邱长老看向叶璇 笑道 你这剑的速度还可以更快 对吗 叶璇点头 是的 他这刹那生死一剑 速度并未达到自身极限 还可以更快 这时 那神长老道 再来 叶璇点头 好 声音落下 他剑鞘内又多了一柄剑 实战修炼 叶璇无法带着三人去小塔 毕竟 小塔内的世界可承受不住他们三人的力量 不过 现在对他来说 这也没有什么关系了 现在的他 对青玄剑与血脉之力 还有小塔的依赖并没有那么大了 三月后 去无世界之中 叶璇盘坐在地 在他面前是神长老三人 片刻后 叶璇站了起来 他看向神长老三人 下一刻 神长老三人消失在原地 而这时 叶璇拇指轻轻一挑 吃吃吃吃吃错 六道剑光自场中撕裂而过 轰轰轰 随着三道炸响声响彻 神长老三人直接被震至数万丈之外 三人停下来后 三人右手皆是被其根斩断 不仅如此 他们三人身上便不见痕 那是被剑弃剑射到的 现在的他们三人 已经无法靠近叶璇 若是一对一 他们三人已完全不是叶璇对手 这时 为首的牧长老轻声道 若是你这六剑再加上当日的诸天万戒之士 以及诸天万戒之力 怕是能够直接秒杀我三人 神长老 与邱长老神色凝重 如牧长老所言 如果叶璇再运用诸天万戒之力 那威力会比现在墙上数倍不止 这时 牧长老突然又道 据我所知 你有一柄特殊的剑 对吗 一旋点头 他掌心摊开 清旋剑出现在他手中 牧长老看了一眼清旋剑 你要不要用此剑试试你这新创的剑技的威力 一旋眨了眨眼 对你们三人吗 牧长老点头 我们也想见剑你这柄剑的威力 一旋犹豫了下 然后道 牧长老 这柄剑的威力可是有点猛的 牧长老笑道 没关系 我们就试试 一旋想了想 然后道 好吧 其实 他也想试试 一旋看向牧长老三人 三位前辈 小心点 牧长老笑道 来吧 一旋双眼缓缓闭了起来 他拇指轻轻抵在清旋剑剑柄上 清旋剑突然间飞出 诗 一瞬间 整个虚无世界直接湮灭 远处 那牧长老三人脸色瞬间大变 三人连忙齐齐出手 空 随着一道炸响声响彻 牧长老三人直接暴退数十万丈 而当他们停下来时 三人只剩灵魂 不仅如此 三人灵魂还在以一个极其恐怖的速度消逝 最多数息的时间 三人就会神魂俱灭 彻底被抹除 见到这一幕 夜旋脸色大变 连忙用清旋剑镇住了三人的神魂 此刻 牧长老三人也是惊魂未定 差一点点 他们三人就直接被抹除了 牧长老看向夜旋 神色无比凝重 你这剑 夜旋看向手中的清旋剑 他心中其实也是有些惊讶 因为这一剑的威力也有点超出他预料 当他将自己实力提升上来后 再用清旋剑 这种感觉就是如虎添翼 很恐怖 而他还未用血脉之力以及诸天万界之事 若是全部加一起 他有信心可以直接秒杀一位道明镜 这时 牧长老摇头一笑 我们无法再帮助你了 夜旋对着三人恭敬一礼 对三人 他是发自内心的尊敬 神长老笑道 你要走了吗 夜旋点头 去寻找更强的强者 神长老犹豫了下 然后道 有个不秦之请 夜旋笑道 请说 神长老沈声道 可否留下一份你的剑道传承在此 也许多年后 我胜爱也能够出现一位似你这般优秀的剑道天才 夜旋想了想 可以 文言 神长老三人连忙对着夜旋微微一礼 多谢 第2049章熟悉的气息 剑道传承 夜旋的剑道传承那可不是一般剑道 而夜旋若是留下一份传承在这 只要圣脉利用好 那以后圣脉就有可能出现一位 甚至是多位剑道强者 剑道 这是圣脉一直以来比较薄弱的地方 因为圣脉没有出过什么特别强大的剑修 在得知夜旋愿意留下一份剑道传承在圣脉时 虚冲等人也是兴奋无比 神长老等人在意的是传承 而须冲在意的是这份圆 今日结下这份善圆 他日必得一份善果 这才是他最在意的 而夜旋在留下一份传承后 便是直接离开了圣脉 清空之中 正要离去的夜旋突然转头 在右边不远处站着一名女子 正是那牧神 见到牧神 夜旋微微一愣 然后笑道 牧神姑娘 牧神看着夜旋 要去永夜吗 夜旋摇头一笑 不知道 反正 我就是一直往前 去追寻我老爹他们的脚步 牧神走到夜旋面前 追寻你老爹 夜旋点头 牧神想了想 然后道 我很好奇你的来历 夜旋笑道 我就是有一个很无敌的老爹与妹妹 哦 还有个结拜大哥 别的 好像也就没什么了 牧神看着夜旋 多无敌 夜旋认真道 你觉得我强步 牧神点头 很强 夜旋想了想 然后道 我应该最多只能接我老爹三件 脚塔 牧神眉头微皱 只能接三件 夜旋点头 恐怖吧 牧神审声道 你父亲是画自在强者 吗 夜旋笑道 我也不知道 牧神想了想 然后道 还会再回来吗 夜旋看了一眼四周 然后笑道 以后我回头时 一定来这里看看你 牧神微微点头 好 说着 他掌心摊开 一枚令牌出现在夜旋面前 夜旋有些不解 这是 牧神道 拥有此令牌者 便是我的真传弟子 你我虽无师徒之实 但有师徒之名 对吗 夜旋想了想 然后接过令牌 牧姑娘 我们后会有期 说完 他转身欲见而起 眨眼间便是消失在星空尽头 牧神看着远处星空深处 不知在想什么 远处星空尽头 正在遇见的夜旋突然转头看去 不远处 一道残影掠来 夜旋愣住 来人正是那神童 神童冲到夜旋面前 连忙到 夜兄 等等我 夜旋笑道 你来为我送行 神童连忙摇头 不 我是来跟你一起走 夜旋微微一愣 与我一起走 神童点头 我想跟你混一段时间 夜旋有些不解 为什么 神童犹豫了下 然后道 就是想跟大哥你混一下 夜旋笑道 跟我混 可能会挨打哈 神童正色道 不怕 夜旋想了想 然后道 那我们就一起去闯闯吧 神童点头 大哥请 夜旋 另一边 命运之子看着星空深处 不知在想什么 这时 虚冲出现在命运之子身旁 他看向命运之子 笑道 你不与他们一起去闯闯吗 其实 他也是希望命运之子跟着夜旋去闯闯的 毕竟 神童跟着夜旋 可就得了一个话自在的好处 命运之子诞生道 师尊是想让我与神童一样 去做别人跟班吗 去冲低声一叹 你知道 我没有这个意思 命运之子双眼缓缓闭了起来 我不会比他们差的 我们拭目以待 说完 他转身离去 原地 须冲低声一叹 然后转身离去 晶空深处 夜旋看向身旁的神童 你将那传承吃透了吗 神童点头 已经基本吃透了 夜旋笑道 感觉如何 神童审声道 话自在 很强很强 夜旋有些好奇 有多强 神童想了想 然后道 很强很强 夜旋 神童看向夜旋 笑道 夜兄 我已经到明镜了 道明 夜旋愣了愣 然后他打亮了一眼神童 可神童还是念通镜 神童又道 我隐藏了境界 夜旋审声道 你这么快就达到道明了 神童点头 不过 我现在达到了一个瓶颈 要达到话自在 有许多苛刻要求 比如第一个 需要庞大的灵气支撑 可惜 我们这片宇宙围 各的心脉 已经被那逆行者拿走 可惜了 夜旋道 你现在的目标 是要寻一个心脉吗 神童点头 不过 这很难 因为心脉 应该都只有那种顶级势力才有 我要想得到 太难了 说着 他看向夜旋 夜旋眼皮一天 你看我做什么 我也没有心脉 神童犹豫了下 然后道 大哥 要不 我们去抢一个 夜旋满脸黑线 你是想被群殴吗 神童想了想 然后道 也是 挨 头疼 夜旋道 最好的办法就是 你加入一个超级势力 然后让他们培养你 帮助你达到话自在 我相信 如果你能够达到话自在 许多势力 肯定愿意帮助你的 神童点头 也只能如此了 说着 他看向远处 夜兄 我们是去永夜吗 夜旋摇头 不知道 神童看向夜旋 不知道 夜旋笑道 走到哪算哪 神童 星空之中 两人将自己速度提升到了极致 半月后 夜旋与神童都有些但疼 因为他们这半月来 已经穿梭了数十个星域 但是 这些星域都是死寂的 并没有生命 更没有文明 某处寂静的星空之中 神童看了一眼四周 然后道 夜兄 我们不会迷路了吧 夜旋看了一眼四周 点头 我觉得有可能 神童 就在这时 远处突然出现数道强大的气息 见到这一幕 两人先是一愣 然后一喜 终于见到活人了 这时 两人面前的时空突然撕裂开来 下一刻 三名身着黑袍的男子走了出来 三人都是念通静 威首的黑袍男子打亮了一眼 夜旋与神童 两位是 夜旋抱了抱拳 我们迷路了 敢问阁下 这是何处 迷路 那黑袍男子眉头微皱 你们从何处来 夜旋道 大摩天狱 黑袍男子摇头 未曾听过 夜旋笑道 这里是 黑袍男子道 这里是白昼界 白昼界 夜旋眉头微皱 与永夜界有关系吗 闻言 那黑袍男子双眼微眯 一股神石直接锁住了夜旋 你知道永夜 充满了敌意 一旁的神童正要说话 夜旋笑道 只是听过 也未曾去过 黑袍男子看着夜旋 没有说话 夜旋笑道 我们真的是从大摩天狱来的 黑袍男子沉默片刻后 道 你们继续往前 就是白昼之界 不过 我不建议你们去 因为你们来历不明 白昼界可能不会让你们进去 夜旋不解 为什么 黑袍男子看了一眼夜旋 没有再说话 带着身后几人转身离去 神童看向夜旋 怎么回事 夜旋诞生道 这白昼界跟那永夜应该是不对头的 神童沉声道 那我们还去吗 夜旋笑道 去 神童犹豫了下 然后道 方才那人不是说 夜旋笑道 我们可以偷偷进去啊 说完 他直接带着神童消失在原地 大约两个时辰后 夜旋与神童进入了一片未知心域 当进入这片心域时 夜旋与神童皆是有些差异 在两人视线尽头 那里有一道极其璀璨的白光 白光就那么横跨在星空深处 神童看了一眼那道白光 这是 夜旋摇头 不知道 这时 有数道神石朝着两人方向扫来 夜旋直接带着神童隐藏了起来 那两道神石扫了一遍夜旋与神童所在的位置 很快两道神石消失不见 夜旋看了一眼远处 然后带着神童消失在原地 大约一个时辰后 两人来到一座古城前 城门前 夜旋看向了一眼城门上方 那里有三个大字 白昼城 白昼 夜旋带着神童进入城中后 两人发现 这城内很是繁华 不仅如此 这城内许多修炼者都非常强 虽然没有念通如狗满地走 但是 也不少 时不时就会遇到一位念通静强者 当然 道明静倒是一个都没有遇到 神童看向夜旋 夜兄 我们现在做什么 夜旋看了一眼四周 然后道 先搞清楚这个白昼之界 神童问 怎么搞 夜旋看向神童 你说话能不能不要这么带奇异 神童眉头微皱 这句话有问题吗 夜旋 没有理神童 夜旋神石扫了一眼四周 下一刻 他愣住 竟然有一道熟悉的气息 是谁 第2050章董 夜旋直接带着神童消失在原地 不一会 两人来到一处宽阔的广场上 此刻 这片宽阔的广场上是人山人海 夜旋朝着远处前面看去 在那远处一处石台上 他见到了一个熟悉的人 天燕 夜旋没有想到 竟然会在这里遇到天燕 这个女人怎么来这白昼界了 这时 天燕似是感受到了什么 他朝着远处人群看去 当看到夜旋时 天燕微微一正 眼中满是惊恶 简然 他也没有想到会在这里遇到夜旋 天燕犹豫了下 然后起身 下一刻 他直接出现在夜旋面前 你怎么在这 夜旋笑道 逛了一下 然后就逛到了这里 天燕眉头微皱 随便逛逛 夜旋点头 天燕沉默片刻后 道 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夜旋道 白昼界 天燕点头 夜旋突然问 你怎么在这 天燕看了一眼四周 然后道 换个地方 夜旋点头 好 他也真想好好了解一下这个白昼界 三人正要离去 这时 一名男子突然出现在天燕身旁 男子看了一眼夜旋两人 然后笑道 天燕 这两位是 天燕转头看向男子 下一刻 他猛的一巴掌扇出 啪 男子还未反应过来便是直接被扇飞 夜旋与神童皆是猛 天燕冷冷看了一眼那被扇飞的男子 天燕 我与你很熟吗 说完 他看向夜旋 走吧 夜旋 远处 那男子愿读的看了一眼天燕 不知在想什么 另一边 夜旋犹豫了下 然后道 天燕 他是 天燕诞生到 白昼城内一名长老的儿子 见到女人就想上 跟你一样 夜旋连忙道 天燕 你别乱说话 什么叫跟我一样 卧槽 我夜旋 天燕打断夜旋的话 我是说他跟你一样是一个二代 夜旋 不一会 天燕带着两人来到了一家酒楼 天燕拿起面前一碗酒直接放了下去 然后看向夜旋 你又准备来祸害白昼界了吗 夜旋满脸黑线 你这说的什么话 天燕诞生到 那你来这做什么 夜旋想了想 然后道 天燕 这白昼界是一个什么地方 天燕沉默片刻后 开始为夜旋解释 其实 这片宇宙明 天极宇宙 在这片宇宙 有两个超级势力 一个是永夜城 一个就是这白昼城 两个超级势力力来就是敌对 这恩怨之身 简直无法形容 反正双方一见面 绝对是要干价的 夜旋审声道 你加入了白昼 天燕点头 我必须得弄点修炼资源 也就是心脉 夜旋审声道 你 现在是什么镜 他之所以这么问 是因为他看不透天燕境界 天燕诞生道 道明 卧槽 夜旋直接跳了起来 你已经道明 开什么玩笑 天燕看着夜旋 我在你心中很废吗 夜旋善笑了笑 当然不是 只是 你这也太快了吧 要知道 我们分开时 你才那圈 天燕又端起一碗酒喝下 然后道 你不也成长得很快吗 夜旋审声道 你加入白昼界 是为了心脉 天燕点头 是 夜旋连忙问 得到了吗 天燕摇头 很难 夜旋眉头微皱 你这么妖孽 这白昼城都不全力培养你 天燕看着夜旋 你知道这白昼城有多少道明镜吗 夜旋摇头 天燕竖起一根手指 一百多位 而这一百多位 都想要得到心脉 但是 整个白昼城 现在所剩的心脉只有九座 而一个道明镜要想达到话自在 最低最低需要一座心脉的灵气 有的甚至需要两座 而且 这都还不一定百分百成功 说着 他微微摇头 这种情况下 想要得到这心脉 条件是非常非常苛刻 一旁的神童忍不住问 多苛刻 天燕道 第一个条件 必须要杀掉永夜十名道明镜强者 第二个 必须要是神榜第一 也就是一百多位道明镜的比武 第一的那个人 才有机会得到这心脉 第三个条件则是 必须以神魂以及意识启示 终生效忠白昼戒 若有违背 神魂俱灭 文言 一旁的神童脸色顿时变得有些难看起来 夜玄清声道 确实有点难搞 天燕淡声道 何止是难搞 简直就是让人绝望 但是 没有别的途径 其实 还有一种可以得到心脉 夜玄有些好奇 哪一种 天燕道 妖孽 真正的超级妖孽 那种让白昼城都为之震惊的顶级妖孽 对于这种妖孽 白昼城会开一个后门 夜玄审声道 据我所知 之前那与天神是靠自己收集到心脉的 为什么你们不行 天燕审声道 你所说的这与天神 我也知道一些 这边也有关于他一些传说 不过 他到底是如何凝聚出心脉的 别人根本不知道 而且 还有一些说法就是 那心脉根本就不是他自己凝聚成的 他自己也是捡了一个便宜 当然 到底是什么 不得知 夜玄看向神童 神童摇头 师尊的传承内 没有任何关于心脉方面的记载 夜玄沉默 他没有想到这心脉竟然这么难搞 这时天燕突然看向夜玄 靠山王能找你借条心脉吗 夜玄看向天夜 我哪里来的心脉 我毛都没有 天燕道 你可以找你爹要 你爹肯定有 夜玄诞生道 我爹现在已经不知道去哪里了 闻言 天燕眉头微微皱起 夜玄笑道 别打我主意了 我自己也要靠自己的 天燕撇了撇嘴 没有说话 夜玄看向身旁的神童 看来 你这话自在之路有点难走了 神童沉默片刻后 道 大哥 我跟你混 你想办法 夜玄满脸黑线 我给你想个锤子 你当我是万能的吗 神童沉声道 反正 我跟着你 夜玄 这时 天燕突然道 若要加入白昼 可要想清楚 一旦加入白昼 就意味着要卷入白昼城 与永夜城的恩怨 那时 就算你们不杀永夜城的人 永夜城的人也会杀你们 你们自己想清楚 夜玄转头看向神童 你怎么想 神童犹豫了下 然后道 你呢 夜玄摇头 我不需要心脉 因为我的目标并不是话自在 神童有些不解 为什么 夜玄笑道 我有自己的路要走 神童犹豫了下 然后道 那我只能选择加入白昼城了 夜玄沉声道 你可要想清楚 神童苦笑 没有别的选择了 不是吗 夜玄看向天燕 天燕诞声道 她是道明镜 要加入白昼城并不难 不过 要得到心脉 很难 夜玄道 只能先加入了 天燕看向夜玄 你呢 你对白昼城有没有兴趣 夜玄摇头 天燕点了点头 不再说什么 这时 一旁的神童突然道 夜兄 你何不与我们一起加入白昼城 现在加入 早点奋斗 日后说不定能够得到心脉呢 天燕看向神童 你与这靠山王不熟 对吗 神童不解 姑娘为何这么问 天燕微微摇头 要奋斗的是你 而不是她 不信 你可以问问她 她为修炼资源犯愁过没 神童看向夜玄 夜玄摸了摸自己鼻子 好像没有 这一路来 她虽然坎坷 但是 她确实没有为修炼资源愁过 神童武技什么的也没有愁过 神童 就在这时 一名男子突然走上了酒楼 来人 正是之前被天燕打的那男人 见到男子 天燕眉头微微皱起 而在男子身旁 还跟着一名老者 老者缓步走到夜玄三人面前 她看着天燕 敢问天燕姑娘 我这次哪里得罪了天燕姑娘 要让天燕姑娘在大天广众之下如此羞辱她 天燕抬起酒碗喝了一口 然后道 你问问你儿子 我一开始有没有与她说过 让她别来烦我 老者看着天燕 爱美之心 人皆有之 她想结交天燕姑娘 这有何错 天燕看向老者 你说的没错 不过 我不想结交她 而她三番两次来烦我 我很不爽 明白 老者死死盯着天燕 这时天燕突然起身 她指示老者 你若不服 我们就单挑 上生死戒 不死不休那种 只要你点头 我们现在就去 等上了生死戒 老子先打死你 然后再打死你这儿子 闻言 老者双眼微眯 天燕姑娘这么自信的吗 天燕正要说话 一旁的那老者的儿子突然道 你不让我叫你天燕 那他为何能够叫你天燕 说着 他指向叶玄 叶玄 天燕看了一眼男子 他爹比你爹牛逼 懂 叶玄 在心肪中 我们在心肪中 你怎么会发生的那种 那种 我说我们在心肪中